收复新疆,左宗堂竟然遇到一支友军,孤首塞外十多年,还有数百人,清朝末年,国内外形势都十分严峻,新疆地区也早就成了杀了眼中的肥肉,但是他们之所以没能将新疆夺走,是因为有一位清朝名将站出来阻止了他们,这位将领就是左宗堂,左宗堂力排众议,抬着棺材上战场,是要与新疆共存亡,靠着这样的决心走入了新疆, 当时新疆的大部分地区已经被叛军占领,但左宗堂在征战新疆的途中,居然遇到了一座属于清朝的城池,以及驻守孤城十几年的友军,这些友军是什么人,他们是怎么活下来的,探寻历史中的宝藏,点击订阅纵观史书,大美新疆,幅员辽阔,物产丰饶,占据中国国土面积的六分之一,是我国最大的行政省份,新疆地理位置特殊, 位于欧亚大陆板块的正中,所以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当中,这个地方总是不怎么太平,经常被周遭的列强基于骚扰, 1840年,鸦片战争爆发,洋人的尖传力炮轰开了中国的国门,1860年,清政府被迫与沙俄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俄北京条约, 同一个让新疆西北部4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给俄国,也就是后来的塔吉克斯坦,谁知俄国并没有就此满足,经常以安全为由发兵新疆,野蛮掠夺我国领土, 浩瀚国的阿古柏也趁火打劫把黑手伸到了新疆,到1871年,清政府在新疆就只剩几个据点, 其他借为沙俄和阿古柏匪邦的领地,清政府面对敌国的得寸进尺,自然也做出了一些回击, 派出多支部队奔赴新疆,与沙俄和阿古柏交战,只可惜双方的战力差距较大,往往清兵一进新疆后便杳无音讯, 如同肉包子打狗一般,一去不回,想必是全军覆没了,1875年,以李鸿章为首的海防派建议朝廷放弃土地贫瘠的新疆, 集中力量加强东南沿海的防务,可是新疆这么大片土地,哪能说放弃就放弃, 这不成了民族的罪人,皇室的笑谈了吗?就在光绪皇帝左右为难之时, 一位伟大的爱国将领,民族英雄终于站了出来,干山总督左宗棠以此请命, 要带兵收复新疆,皇帝心中百感交集,左宗棠此时已经63岁了, 看上去就是个白发苍苍的老头,他为了清政府东征西讨拼了一辈子, 本该在家享清福的年纪,却还要长途跋涉到高原地区与敌人短兵相接, 这等信念和勇气着实难得,当然,左宗棠也已经做好为国捐躯, 克死他乡的准备了,为此他牺牲前专门定制了一口棺材, 以表示死收复新疆的决心。 另外,左宗棠也明白清政府不会有援军, 这一路上遇到的军队只会是敌人, 不过现实情况真的是这样呢? 会不会有天赐神兵助他收复失地呢? 为什么左宗棠认定自己是孤军作战呢? 他虽是干山总督,却对朝廷内部的局势动落观火, 李鸿章海防重于赛防的论点支持者众多, 而自己的观点从这寥寥, 大多数人都认为东南沿海省份是朝廷的钱库和粮仓, 绝不容有失, 而新疆面积太大, 大军西征的花费是一笔天文数字, 可实际价值却不高。 换言之, 从性价比的考虑来说, 如果不能两头周全, 非要牺牲一个, 肯定要去新疆保东南, 所以左宗棠带去新疆的这五万人, 也有说是八万, 就是他的全部家底, 不成功便成人, 打了胜仗没人宽, 打了败仗有的是人等着落井下石呢, 前有强敌, 后有撤肘, 左宗棠固执的选择了迎南而上, 兵马未动, 粮草先行, 有多少士兵就有多少张嘴等着吃饭, 远赴新疆山高路远, 后勤保障成了最大的难题, 且不说本来朝廷给的军费就不太够, 就算买到了粮, 怎么运输也是个大问题。 作战经验老道的左宗棠非常清楚粮食对于部队的重要性, 所以专门调集了五千辆大车, 五千五百多匹驴和骡子, 外加两万九千多匹骆驼随大军出征, 担负军粮的运输工作, 汽车出现之前, 骆驼是沙漠高原地区最强大的交通运输工具, 他负重的耐力强, 最关键的是不吃不喝也能坚持各把月, 左宗棠用骆驼作为牺牲的主力运输工具, 绝对是上上之选, 军粮的运输问题解决了, 可最关键的军费问题还没有着落, 朝廷的边防资金大多给了东南战区, 也就是李鸿章的北洋舰队, 左宗棠还差五百万两的军饷没有着落, 只能自己想办法解决左宗棠朋友圈里最有钱的人, 当属山西乔家大院的开创者, 晋商的代表人物乔志勇, 晚清时, 乔家的票号钱庄开变了中国, 乔志勇是名副其实的富可敌国, 大军出征前, 左宗棠亲自登门来见好友, 素来心高气傲的他见到乔志勇, 也要恭恭敬敬的叫一声谅大哥, 乔志勇和左宗棠虽然是两条道上的人, 却一直惺惺相惜, 看待国家大势的观点也大同小异, 对于此次习征, 乔志勇表示坚决支持, 当即承诺派出一个票号随大军出征, 乔志勇告诉左宗棠, 不要担心军饷的事情, 我们票号的人你随便用, 只要是资金问题就跟他们讲, 大哥就是你的钱袋子, 真是想睡觉天上掉下来个枕头, 最难办的事情居然就这么轻松的解决了, 非也, 任谁也想不到, 左宗棠面对乔志勇的一只千金, 竟然选择了婉拒, 亮大哥, 谢谢你的好意, 但这毕竟是国家大事, 怎么能让你个人点资呢? 我今天来找你, 也不是来要钱的, 你容我再去想想办法, 实在走投无路, 我会找你的, 放着送上门的钱不要, 左宗棠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样, 这正是左宗棠厚道之处, 他当然知道乔志勇出得起这个钱, 但是前文也说了, 他是台关出征, 并非必胜之战, 万一大军失利, 自己战死沙场, 人死债消, 乔家找谁说理去, 自己不能干这么缺德的事情, 坑害老友, 另一方面, 左宗棠心里明镜一般, 乔志勇毕竟是个商人, 让他出钱等于把自己变成了乔家的雇佣兵, 收复新疆之后, 乔家是一定会提条件的, 万一是自己无法承诺的事情, 还是会损害两家的关系, 不好收场, 再说了, 乔志勇并不是唯一能够帮助他的人, 还有另一位神秘人等着左宗棠三顾茅庐呢, 原来清政府给了左宗棠一个特殊政策, 允许他以政府的名义, 向外国银行融资五百万两军费, 不过贷款如果没有中坚人的担保, 以清政府和左宗棠的信誉, 想从外国人的口袋里掏钱难入登天, 那么谁愿意当这个中坚人呢? 胡雪岩是徽商的代表人物, 也是一位爱国的政治家, 论财力, 胡家比不过乔家, 但是论跟外国银行的关系, 胡雪岩的攻关能力, 却是乔志勇鞭长莫及的, 左宗棠找到胡雪岩后, 两人推心致富, 聊了很多关于习征以及收复新疆后的建设问题, 胡雪岩被左宗棠抬官出征的精神感动, 立即着手帮他对接关系较好的几家国外银行, 在胡雪岩的斡旋下, 左宗棠先后与六家国外银行达成贷款协议, 一共借出来1870万两军费, 是原计划借款数额的三倍之多, 左宗棠大喜, 立刻让后勤部门去采购粮草兵器, 不用再精打细算过日子了, 明明借五百万就够, 为何要借出这么多钱, 难道不怕利息太高还不上呢? 首先, 清政府答应前妻给左宗棠的五百万支是纸面上的款项, 并没有实际波付, 左宗棠总不能拿着空头支票去买战备物资吧, 所以能多借一点是一点, 万一不够用呢? 其次, 跟外国银行借的钱当然得还, 但不是左宗棠去还, 借款人是清政府, 抵押的是国家的海关收入, 左宗棠又何必谨小慎微, 有了充足的军费之后, 左宗棠为西征大军购入了数门德国制造的翼尔炮, 这种炮属于大口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, 是攻城掠地的利器, 一切准备就绪后, 1876年初, 左宗棠兵出兰州, 开启了收复新疆的征程, 左宗棠的大军首先把北疆作为进取之地, 因为阿古柏的重兵主要集结在南疆, 北部的抵抗会弱一些, 可即便如此, 每拿下一座城池也是要费一番周折的, 而就在西征军经过巴里昆地区的时候, 神奇的一幕发生了, 大军距离城池还有几公里, 巴里昆的城门便自己打开了, 随后蜂拥而出几百人跪倒在地, 迎接左宗棠入城, 左宗棠走近才发现, 这些人不是阿古柏的叛军, 而是跟他们一样的满汉联军, 非常惊喜, 联邦询问原有, 带头的人叫何棍, 他站起身激动地说, 左大人, 我们在这座孤城等了十几年, 终于看见咱们的部队了, 何棍向您报告, 我的任务完成了, 1861年, 何棍就被清政府任命为巴里昆游击战户总兵任务, 负责这一地区的防务工作, 后来也为阿古柏的野蛮入侵, 新疆大部分领地都被外族奴役, 当地农民不堪欺扰, 纷纷揭竿起义, 起义并不止针对阿古柏, 而是所有的统治者, 包括清政府, 1864年, 巴里昆的回民在马天堡的带领下起义, 在城内焚烧房屋, 与守城官兵交战, 由于何棍等人指挥出色作战英勇, 这才力保巴里昆不失, 不过附近城池的守军就没这么争气了, 很快哈密便失守, 巴里昆成了一座被完全孤立的城市, 四周都是敌人, 1865年6月, 哈密起义军发兵6000攻打巴里昆, 何棍帅满汉两营放炮硬敌, 等到敌人气势衰退之时, 派出1000精兵出城杀敌, 敌兵虽多, 战斗经验却不足, 很快就被官兵冲散了, 不得不撤回哈密, 同年8月, 哈密又派出1万人攻打故城, 准备凭借人数的压倒性优势, 一举冲进城内, 杀掉何棍, 何棍目前只剩下陆营兵600人, 满营兵将400人, 加到一起才1000人, 一一敌时几乎毫无胜算, 于是何棍紧急征召了城内的民间兵勇5000人, 在他的统一指挥下, 与凌晨秘密出城兵分三路夹击敌兵所在的30里铺, 哈密起义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, 指得再一次丢回卸甲逃回了哈密, 1866年, 哈密起义军又发起了两次对巴里昆的战斗, 这回他们准备充分, 何棍的部队损兵折将遭遇重创, 不过他们依然一命护城, 力保巴里昆不失, 起义军最后不得不放弃这块难堪又没啥营养的机甲, 可何棍依然坚守在护城的岗位上, 从未松懈, 带着这群被清政府抛弃的人, 在这座小小的城市里一住就是十几年, 左宗棠是个爱才西才的人, 听了何棍的讲述后, 非常感动, 便将他手下仅剩的几百士兵编入了自己的西征大军, 给他们机会为国建功, 龙归故隶, 由于左宗棠指挥得当, 战略战术运用的恰到好处, 西征军仅用了一年的时间, 就彻底消灭了阿古百的势力, 收复了新疆的大部分国土, 仅剩伊犁还在沙俄手中, 沙俄不比阿古百, 清政府还是有所顾忌, 希望能够以谈判的方式来解决问题, 让左宗棠先按兵不动, 只是谈判进行不太顺利, 沙俄方面提出的条件过于苛刻, 还有是没事派出小谷部队对新疆多地进行袭扰, 大有挑衅的意味, 是可忍, 孰不可忍, 左宗棠面对沙俄的进犯勃然大怒, 1880年, 他派出三路大军向伊犁发起猛攻, 此举等于向沙俄喊话, 既然不想谈就别谈了, 把你们也跟阿古百一样打出去就是了, 谁之仗刚打了一半, 清政府跟沙俄的谈判就取得了突破性进展, 1881年, 两国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和陆路通商章程, 中国已给沙俄提供经济补偿和优惠政策的方式, 和平接受了伊犁, 左宗棠做得很对, 只有让敌人感觉到疼了, 才能心甘情愿地坐上谈判桌, 梁启超评价左宗棠是中国500年来第一伟人, 1890年, 美国人史密斯出版了一本书, 名为《中国人的气质》, 书中也对左宗棠收复新疆有机高的评价, 左宗棠的功绩在任何现代国家的史册上, 都可以载入史册, 罗斯福执政时的副总统华莱士说, 左毫无疑问是近百年来世界伟大人物之一, 他让整个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, 左宗棠固然伟大, 而那个带着几百士兵固守孤城的河棍, 也同样值得被后人称宗, 在被所有人抛弃的时候, 他有很多选择, 可他选的是最难的一条路, 那就是不计报酬, 不谈条件, 发挥自己所有的才能坚持使命, 维护国家的荣誉。